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故事有些不同 这个故事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 故事的主人公叫蔡香 他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 跟苏氏 米福 黄亭坚合称宋四家 他还在娘胎的时候 他的母亲坐船过河 河面突然出现了波浪 那船险些被风浪掀翻 人们靠着侥幸才活下来 蔡香的母亲许愿 要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建一座桥 好方便来往的人 其实吧 这也不过是人们劫后余生的善念而已 没有几个人当真的 难道蔡香还真的要在这里建一座桥不成 下面啊 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蔡香玩愿 宋朝的时候呢 有个大学士叫蔡香 蔡香还在他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有一天 他母亲要坐船过洛阳江 有孕妇在船上 船夫呢就把船开得很稳 这让蔡香的母亲非常感激 船客们呢 在船舱里互相聊着天 也非常非常开心 突然间 江面上起了大风 掀起巨大的波浪 朝着这条小船卷过来 船夫朝人们大声喊 大家一定要坐好 抓紧 千万不要掉下去啊 蔡香的母亲一听 赶忙紧紧地抓住把手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一样 船身突然颠簸起来 好像要把船掀翻了才甘心 救命啊 一个求救声传来 大家都伸着脖子往外看 原来是靠船边的一个女子掉进了河里 眼看就要被淹没了 一个年轻男子急中生智 抛下去一根绳子 才把他救了上来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 天空中的一朵云彩中飘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这声音呢浑厚有力 不像是人发出来的 这声音说 大风本是无望之载 只是不要伤了蔡学士才好呀 这声音来得莫名其妙 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都没有在意 说来也怪 这个声音消失之后 风浪也马上就消失了 江面也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当才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幻觉 大家都你看我 我看你 都给弄迷糊了 过了好一会儿 人们才回过神 开始回想那个神秘的声音 于是人们都好奇地问 船中谁是蔡学士啊 可是船中没有一个人姓蔡 这时呢 蔡香的母亲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大家说 小富富家姓蔡 不知说的是不是肚子里的孩子呢 她接着说 如果我以后生下来一个男孩 将来做了学士的话 我一定会让她在这里修一座大桥 方便来来往往的人走路 不用再坐船受苦 大家听了蔡香母亲的话 都纷纷说 您肚子里一定是男孩 将来这个学士也跑不掉了 看来我们都要受您的恩惠了 过了几个月 蔡香的母亲啊 就到了生产期 果然生了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蔡香 从蔡香能听懂话起 她的母亲啊 就天天告诉她说 儿啊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将来做一个大学士 才可以还当初娘许的愿呢 也许是蔡香争气 也或许是她母亲的话起了作用 蔡香从小学习就很努力 成绩自然非常出色 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气 这一年蔡香参加科举考试 张榜之后 蔡香果然中了状元 不久后又被封为学士 皇上派她到泉州做官 临行前 母亲把蔡香叫到跟前说 儿啊 当初娘许下愿 说如果你做了学士 就要在洛阳江上修一座桥 现在你做官了 一定要按照娘的指示去做呀 蔡香答应说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蔡香来到洛阳江的江边 就开始筹划修桥的事情 她找了最好的规划人员 让他们为洛阳江 规划了一座 结实耐用的桥 可是啊 施工的时候 却遇到了麻烦 洛阳江汹涌澎湃 水深莫测 别说是建桥了 人们连个木墩都立不起来 蔡香站在桥边 自言自语地说 为了母亲的愿望 我一定要建成这座桥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要建成 回到家里 蔡香就给和神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和神 请允许我在和上修一座桥 方便来往的行人 到时候我肯定每天都焚香拜祭您 写完后 他把信抛进了江里 果然江面马上就变得水平如尽 蔡香就让工匠连夜赶工 终于建成了一座桥 命名为万安桥 小朋友们 蔡香玩愿的故事讲完了 你觉得这个故事精彩吗 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 就是蔡香的母亲劫后余生 于是啊 许下愿望 希望能建一座桥 方便洛阳江两岸的人 蔡香母亲许下的愿望 其实就是一个承诺 而这个承诺 由她的儿子蔡香来完成 蔡香呢 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 在洛阳江上修建一座桥 也就是万安桥 被称为海内第一桥 故事的寓意也非常明确 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做一个守信的人 在这个故事中 有些莫名其妙的神仙鬼怪之事 就像突然出现了风浪 不支援的身影 还有河神等等 这些都是因为当时人们不理解自然 把自然力量看作是神仙鬼怪的神通 小朋友们可不要信以为真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购 voyage